唱歌那是女孩子干的事情,这是承治儿时说的话,然而润水也没想到是,曾那么抵触唱歌的她,却成为了著名的歌唱家,让人不禁想问,是什么改变了承治?承治的父亲是老红军,母亲呢是三八式的干部。 在这种家庭环境长大的承治,从小就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参军,报效祖国,所以对艺术一类的东西是十分抵制,音乐考试也常常垫底,本想着当兵后,唱歌什么的都不用再接触了,但是没有想到的是,入伍后不管是吃饭前还是训练前,必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唱歌,在学校没有强制性要求学习,在部队可不一样了,那是强制性的唱军歌。 一来二去,承治的音乐细胞就被激发了,慢慢的她不再排斥音乐,相反,在部队中哪里有表演的地方,哪里就有承治的身影,演出越来越多,承治唱的也越来越好。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,承治被总政歌舞团的人发现了,直接就被调入了总政歌舞团,能进去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丁实力的。 很多人挤破头都进不去,然而承治却十分不满意,因为当时的他,唱得好并不意味着他想当歌手,但是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组织,哪怕心里再不舒服,他还是选择了服从。 1965年正式开启了歌唱之路,承治虽然不想当歌手,但是他属于哪怕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也会努力的人。 所以在进入总政歌舞团后,他就认真开始学起了音乐,后来他被岑冰发掘,这个老师的名气可是相当大的,维维朱明英都是他的徒弟,在他的指导下,承治的歌唱水平更上一层楼,后来因为歌唱,承治还欠下了一屁股的窄, 原因呢,是他到了痴迷的状态,为了学好音乐,花大价钱买收音机,还是一台借着一台的买,这才有欠账大户这个玩号,买了收音机后,他一遍一遍的听歌,一遍一遍的练习,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歌唱家承治,事业编好了,爱情也随着而来。 1984年,歌唱家承治和音秀梅一见争情,然而当他们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时候,却遭音秀梅突然毁婚,承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,那一年承治的事也如日中天,婚姻却迟迟没有动静,眼看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,父母就给了承治介绍了个女孩子,这个女孩子就是音秀梅,当时一见面,承治就眼前一亮, 不光是因为音秀梅长相出众,还因为音秀梅也是小有名气的歌手,有共同话题,好感度也就提升了,加上当时音秀梅一个人在北京,也渴望在北京有个家,一来二去,两人就走到了一起,一个是知名男高音,一个是知名女高音,郎才女貌是十分登对,没多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亲戚什么的都通知到位,婚礼场地也都准备好了,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, 他们在婚后没多久就离婚了,结婚后矛盾都出来了,不管是性格的差异还是家庭的琐事上,都是他们之间争吵的导火索,音秀梅跟承治都是不愿意妥协的人,这段婚姻最终已离婚收场,后来在采访中音秀梅表示,结婚当天就后悔 要举行婚礼了,你也不可能当时再去取消,我是这么想的 当时她就觉得发展得太快,快到她不知道这个男人能不能托付,只是因为马上要举行婚礼了,所以不能取消,这才导致闪婚闪离 不过在离婚后的两人依旧是朋友,离婚后的音秀梅遇到了一个法国人,对她是穷追不舍的追求,后来音秀梅被打动,两人结婚了,而承治则是把重心放在事业上 前期音秀梅再遇真爱,而承治却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,那段失败的婚姻 那段时间她不断在事业上拼搏,用来麻痹自己,后来她凭着不懈努力成为了总政歌舞团的一级演员 成为了电堂级的歌唱家,一手把一切献给党,成为了无神超越的经典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,承治也从中走了出来,还遇见了和她携手一生的人 这个人呢就是王玉芬,也是一个歌唱家,别看她比承治小八岁 但是她可是中国唯一一个女将军歌唱家,算是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家 在认识后,他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,这一次承治的人生才算是完整 婚后两人不但一起表演,还一起进步,一路扶持到今天 现如今的承治已经74岁了,家庭生活依然很幸福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,身体出了问题 有网友晒出了承治的照片,略显销售 只希望承治可以保养好身体 然后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听的歌曲